今天保證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特色的閃膠 這是第幾彈啊 反正就是我們講的金剛戰士系列 或者是我們講的恐龍戰隊系列的最終合體啊 這一隻是雷龍王 那所謂的翼特龍 他這個系列的翼特龍所謂的突擊寶龍說真的 本人還沒有買到 好像這個系列不知道會不會再犯 看來不好找啊 那反正雷龍王先拿到就先介紹雷龍王吧 可惜這樣子大合體的時候總覺得味道不對啊 這個系列如果要推出下一波的話 我個人是很希望他們可以推出昭和戰隊系列 我個人覺得昭和戰隊如果做成像這樣子Q版的造型 我是覺得應該會蠻好看的 我個人覺得啊 打開裡面內容是這樣子 基本上 基本上 就一個雷龍的主體 然後兩個大合體的拳套 然後尾巴或者是大合體的時候 會變成所謂的炮管部分的那兩根武器 還有大合體用的胸甲 這應該是合體式的 它的那個胸甲 基本上就這幾個零件啊 算是蠻簡單的 都先拿下來了 售價台幣大概是三千塊 三千多很多賣場是有在推的啊 那就看你個人 要不要衝啊 但是說真的不要像本人這樣子 買到後 又缺了一個 一支 總覺得就是會 會有點可惜啊 你看其實 它其實有點像珍珠色 上面看這樣子 頭是可以旋轉的 脖子不能動 脖子本身不能動 有點可惜啊 脖子本身不能動 是 它底部 它底部有點可惜 如果它底部可以做出個輪子 我個人會覺得更好一點 然後所謂的四肢是可以旋轉 但可動範圍其實沒有太大 它的可動範圍 旋轉 可以旋轉 可是會 本身前後頭有點卡住啊 那頭是還蠻好看的 側面 上面 那 如果還沒有大合體的時候 這兩個所謂的爪子的部分 是可以直接扣在前爪 扣不上去嗎 這樣子 扣住 好像沒有分什麼 怎麼那麼緊 扣住 從下額上扣比較好 然後胸甲的部分 直接 穿上去 這樣 這樣 胸甲 然後兩根砲管 這個卡榫 砲管好像沒有左右之分啊 塞在兩個前肢的裝甲上 這樣就完成了 上面看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前面 後面這樣子啊 那大合體模式的時候 欸不對 這樣子砲管 我現在裝錯了 這樣子砲管如果在沒有大合體的時候 是裝在後面 當尾巴才對 像這樣 裝錯 單機模式是這樣子啊 上面看這樣子 側面看這樣子 前面 轉一圈 那這個應該可以掀起來才對 我發現這不太好掀欸 因為它本身是軟膠 所以它本身我個人覺得不是很好掀 是 要用旁邊的零件稍微打開一下 打開後 裡面這樣子啊 是有個底座啊 然後兩個拳套 兩個拳套 可以拿下來 兩個拳套可以拿下來 兩個拳套可以裝在 大神獸的手上 像這樣子扣上去 我覺得扣久會傷到那一個 零件扣完 像這樣 砂鍋大體 拳套 全套 扣完 像這樣子 拳套換上 那因為頭盔本人沒有買到啊 所以沒有什麼好說的 然後兩個尾巴的砲管 就變成 肩甲上的砲管 放上去 一半的大合體啊 然後兩個腿卡進去 這樣應該是這樣 這樣就算 合體完成了啦 很可惜啊 本人還沒拿到所謂的突擊暴龍 這個系列如果有再推出 本人應該還會買吧 我覺得這些蠻可愛的 雖然有點貴就是 正面 側面 轉一圈 這是 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好像是第三彈 還是第四彈 不是喔 是這個系列 所謂大獸神系列的第三 所謂的金剛戰士系列的 第三彈啊 但他也推出過 那個是五星戰隊的那個 刺龍王 還有其他的 好像還有推出 戰損版的大神獸 我不是很確定啊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啊 這是 特色長焦最終大合體的雷龍王啊 售價大概3100到3500左右 是有人在販售的啊 其實我覺得這一個 底座 如果你不給 大神獸佔 其實應該佔其他東西也可以 可是很可惜啊 它底部沒有輪子 如果它有輪子 我覺得它的 價值會高很多很多啊 有點可惜的一個商品啊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